欢迎大家来到咱们vlog第三期 昨天非常高兴收到飞鱼的那本零器 就是第一次视频里跟大家收到的云台 然后这Amazon刚到就在我背后 我们一会就拆拨看一看这个效果怎么样 看上去感觉非常高科技 这个是应该是飞鱼 这个应该是飞鱼的那个自拍杆 这不知道是什么 拆拆看一下 这是自拍杆 这应该就是拿手里的 感觉非常高科技 感觉很高科技 我再把这个电池装上试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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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大噪音啊 哇 哇 好像就可以了 GoPro start recording 试一下 能看的吗 然后 这回反正就更新了 这回更新了这个 更新了这个这个这个云台以后 然后 还有另外一个是 买了一个那个耳麦 我给大家看一下 稍稍等 还挺好玩的 还挺好玩的 你看它这块 它这有一个这个遥控器 在这边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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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制它这个 GoPro的左右上下 你看它挺高科技 这台商务器设备特别简单 就是 这个是在Amazon上买的非常便宜一个 这么一个 就夹领的上的一个麦克风 上回录的那个Vlog2 就其实就拿这个录 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 我把它夹在 夹在这的时候 就经常在反正在走路的时候 那个羽绒服务会摩擦 这个有时候会碰到这麦克风 就撒撒撒的出这事 之后看看再怎么解决一下 这几十问题 然后这边其实 就直接连手机就行了 之后再把音频和视频给它合在一起 这样就解决外头反正的风大的问题 我们来试一下这个云台 第一次现在拿出来试 看看那个效果怎么样 就是现在有一个 小的一个技术问题 就是它这个 虽然它这个左右 大家看一下试一下 左右好像不是很晃 但它那个上下好像不是特别好调 有时候我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咋整的 试一下 这样 脚子应该还不错 我们看一下这回设备 基本上就其实是 算是齐了 算是齐了吧 直接我把手机上那个麦克风给连到这块 算在这块 一连这块 现在就看一会儿看一下音效怎么样 我就怕就是这衣服走路的时候 这个胳膊反正就是磨的时候 它有时候会沙沙沙 有那个沙沙湿 这个如果能解决 基本上这就完美了 在外头路的时候 然后 云台也挺好使的 就是现在有一问题 就是现在 它这个杆 现在我拿着两截 然后 飞鱼姬6这个杆 它底下那个截 就延长那块是没有按钮的 那个有按钮的是上头 所以我在 在控制的时候 我得把手给搁到上头来 就拿这儿去拿 就有点那什么 反正它这是按 就有一个某个钮 按两下 还是按三下 它就回去了 它就能转过去 你看现在它就自动转到前头去了 这还挺好的 我们试一下 就是 反正现在就是不管这个 不管我这个 高度上怎么变 它应该所有的角度都是一样的 它是可以 可以这么左右转的 还挺好的 然后 刚才很失误的是 这个GoPro 没电了 就刚才那个 不小心给打开那个路 录制了开关 然后不计快门链 也不知道能录多少 我今儿是正好去打球了一会儿 所以带着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这块感受一下 看看这录得怎么样 挺好 感觉这个挺好 我们还是 我们还是从刚才我宿舍这块走的 大家看一下这边是 还是TC 之前那个 来过这边一次 正好看看这段 如果能 如果能射到哪个 鞋鞋鞋 不找我了 叫前套 穿他前套 这边应该是工程院 再从这边穿过去看一看 还行 刚看一眼那个GoPro还有31%的电话 所以它起来挺好的 我试一下这个 其实这么着也挺好使的 就是这个飞鱼它是你一转底下 就是手腕一转 这么一转它就转向 就可以控制左右 如果转的慢的话它就慢慢转 我试一下它那个 在那看一下这摇杆 摇杆转 感觉还是比较平稳的 试一下吧 挺有意思的 的 呢 进到了体育馆那边 这边 这边是健身房 然后一会儿每次羽毛球场就跟着下边打 就现在来边场一会儿 一会儿这块儿就直升架了就跟着羽毛球场 我们来看这些线 割大的羽毛球是由周一到周五 周一到周五 然后晚上七点到十点 之后如果想来打球可能过来一会儿吧 好像是可以接那个接收外销的去的那边 就得交给汇费给你去接费带起来 然后我们现在就准备下楼 我觉得好像还是挺好试 行了咱们就先路了 咱们就跟着羽毛球一会儿进 所以 看看一会儿打球后还有没有电 可以再做招 咱们又说了点 这次测试还算挺顺 一会儿晚上回家看看那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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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Pro stop recording GoPro stop recording 行吧 咱们今天主要就是说一下这个装备冬亲 然后另外一个是我急需一个能帮我一块剪视频 做后期的一个同学 如果有能够就是志愿帮忙的朋友 那实在是感激不尽 然后最后大家如果喜欢咱们这Vlog记得每次就下个给咱们 我一般就在B站还有这个YouTube上上传 如果你在B站看的话 就记得帮点一下这个Dumb up 点个赞 然后如果喜欢帮忙点转个发 欢迎大家持续关注咱们的公众号 还有这个B站这块 咱们这个应该看样子应该是能录下起一段 上回那Vlog2没说完那学费的问题 后来就说说说说点说越激动 然后打算重新录一下 之后我们这个Vlog4接着上回往下说吧 咱们马上估计就过两天 下期就见 好吧 谢谢大家收看 下期再见